嘿 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何博士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N1閱讀對策 那我們所今天要講解的內容是找到田大學入學的考題 是這樣 去年何博士去考了兩次的N1考試 七月跟十二月我兩次都有去考 後來我發覺這個十二月的考試 真的它的考題比七月室有比較難 而且那個難的程度就是連何博士都必須要在那邊 坐在那邊想 想到後來好像時間也不是那麼夠 雖然我後來得到了滿分 可是我覺得對於一般的考生來說 那樣子的考題不是一般市售的模擬題的考題所可以對應的 而且我們一般的真正的考試內容 我們一般的考題又沒有辦法拿到 就是說它沒有對外公開 所以何博士就特別為大家準備了找到田大學入學考題 我們看一下找到田大學入學他到底在考什麼 好 那我們這個資料已經放在雲端課程裡面 這個何博士分享資料庫裡面 這個如果你需要這個PDF檔的話 你可以先去下載來一起來上課 一起來聽何博士講解 希望對你會有一些幫助 這個就是我們何博士在M1的課程裡面 Skype課程上課實況 我們來這裡跟各位分享 希望對你有一些幫助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找到田大學的閱讀 你看著找到田大學的閱讀 你會發覺一剛開始會有一點shock 尤其你如果看著我們的模擬體的閱讀 跟找到田實際的閱讀 就會覺得哇 這個程度上你還是有差 可是你會發覺 因为我有请各位同学翻译 你如果真的定向性来翻译 也觉得也还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除 你考试当下看到很难的文章 那种紧张跟慌张的感觉 就再怎么难 就是像我们上课这样子 就这么难而已 那说实话 他现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写的是这个句作的这个东西 有的句子说实话 我们真的是半拆半看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日文文法懂不懂的问题 是你要懂句作的问题 才有办法真的懂他的意思 所以就变成说 有些句子说连我都是文法看得懂 句子知道可是他讲什么 可能我也是用猜的 没办法就像歌词一样 歌词我也是用猜的 因为他很多做词者 也不会跟我讲他什么意思 我才会用猜的 所以我们只能猜最接近的意思 就只能尽量尽量这样上课 那他这个是早稻田大选 他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系 他自己的题目 所以他很多系都有自己的题目 当然有的会联合出题 可是呢 政治经济系 他是他自己出自己的 好 我们看一下哦 好 第一个句子哦 好 ドラマトルギ ドラマトルギという言葉があって 各位你要记住哦 当你在阅读里面看到一个很难的单字的时候 千万不要慌张 千万不要慌张哦 为什么 因为呢 阅读的考试 他一定会先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不会去考你单字 听懂吗 所以你就是就算能力试验也是 你都不要觉得说 哇 看到第一个字不会或是怎么样 不用慌张 好 像这个单字 通常没有人会知道是什么 好 ドラマトルギという言葉があって 中文应该叫做编剧数啦 或是编剧学 因为剧作这个是激几作理知道吗 他是激几作理来的啊 所以他这是用日文文法所翻译出来的名词 其实中文应该叫做编剧学或是编剧数 编剧学或编剧数哦 这个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要翻译文章的时候 就是要考虑一下说这个字应该是中文不是这样讲 不是这样讲哦 好 所以呢 我们最有名的一个翻译呢 就是这个对不对 真真 翻译的时候呢 有很重要的条件就是 我们说要什么 信达雅 有听过吗 中语原文 词译畅通 然后呢 优雅 所以叫做信达雅 有这三个原因 这三个要件 所以当你要翻译的时候哦 你要记住哦 你就要符合这三个 第一个一定要中语原文 第二个一定要词译 你翻过来的东西要畅通 然后呢 你要非常优雅 就是修饰它的意思 好 可是呢 翻译有翻译的极限 翻译有翻译的极限哦 比如说这个字 好 我们请问 然后呢 你会发觉哦 翻译成狗屎根本就是乱翻 它是公牛屎 它不是狗屎 啊对 对 如果你翻译成 如果按照信达雅这个条件来看 不过是公牛 然后shed才是屎 所以要翻译成公牛屎 而不是翻译成狗屎 可是你翻译成公牛屎 你就违反了达 因为呢 中文不通 对不对 所以你翻译的时候 你要直接兼顾这几个信达雅 那这个也没有什么雅可以讲 因为反正死就没什么好讲 就是所以信达雅 这个这三个条件你要记住哦 所以刚刚我们那个 如果以后你要去当翻译人员哦 当翻译人员的时候 你要注意说 对哦 这个东西中文好像没有这样讲 所以你大胆地去改它没关系 你总不要翻公牛屎吧 公牛屎没有人看得懂啊 对 对不能忠于原文因为中文不这么讲 好 所以这就说编句术 编句 编句学 或是编句术都可以 好 と訳されているが 都是非常被翻的 ドラマトルギの古典とされる教科書に 哦 被当成这个编句术 或是编句术的一个古典 被当成一个古典的教科書当中 你哦 你这个表示 这个存在的场所 在这个教科書当中 教科書 你 在这个教科書当中哦 这个十九世紀に 你这个是时间 这是时间的你 好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你 是场所的你 好 一个是时间的你 一个是场所的你 在被当成编句术的古典的教科書当中 十九世紀にドイツのフライタークが書いた 好 在十九世紀的时候呢 德国的フライターク 这个人他所写的ドラマトルギ論がある 他所写的编句論 好 编句論 好 编句論 有他写的一篇叫做编句論 好 这个一个文章 这个当然就是比较学术性的 比较 这个有水准的 有学术性的那个文章 ソノナカデ 在这之中哦 好 这个ソノナカデ指的是什么 这里的ソノナカデ指的是哪里 フライターク所写的编句論当中 フライタークが書いたドラマトルギ論がある ソノナカデ在那个编句論当中哦 フライタークは フライターク做了什么事呢 ギリシャ時代から当時までの代表的な 戯曲を分析して そこから戯曲の法則とも言うべきものを 機能的に整理しているが 这里が 你就可以休息一下 この法則は ソノゴ様々な問題が そこに付け加えら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 やはりドラマというものの 基本法則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好 所以 哇 这个句子这么長 好 所以呢 フライタークは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ギリシャ時代から 從希臘時代到 当時まで 当時まで 到十九世紀為止 從希臘時代到十九世紀 當時為止の代表的な戯曲を 做了一個詳細的分析 そこから 從分析當中 そこから 從分析當中 二曲の法則 とも言うべきものを 他把那個 可以稱之為 とも言うべきもの てきにせいりし 他把用 归納的方法 做了一個整理 きのうてきにせいりし 用归納的方法 做了一個整理 せいりしているが 他 有嗎 有但是嗎 てきにせいりしているが 這裡有但是嗎 如果你用了但是 那後面 就沒辦法講 因為 如果你用了但是 如果它是但是 那變成後面要跟它相反 後面要跟它相反 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它只是一個什麼 語氣的轉折 繼續講下去這樣而已 ok 好 しているが この法則 その後 在那之後 様々な問題が そこにつけ加えられ 好 所以 這個法則 在那之後 その後 様々な問題が つけ加えられ 他にもかかわらず 好 這個にもかかわらず 我們在那個劇情當中有學過對不對 雖然 這個法則 在這之後呢 被加上了很多的問題 什麼意思 叫加上問題 就是大家很多很多質疑說 這個法則這樣不對吧 這樣應該有問題吧 所以呢 その後様々な問題が そこにつけ加えら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 雖然如此喔 やはり 但是呢 ドラマというものの基本法則であると 考えられる 好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認為 這裡考えられる 是可以認為喔 我們還是可以認為呢 好 ドラマというものの基本法則ですね 他仍然是我們的這個編句 這個編句的一個基本的法則 編句的一個基本的法則 好 這裡呢各位 所以當你出現 你在閱讀的時候 你在閱讀的時候 當你在閱讀的時候 當你出現喔 這個外來語的名稱的時候 你知道嗎 有一個情況很重要 就是說呢 有時候你會被這個名 人民搞混 那這個人民呢 通常都不會是重點 所以 當你真的在考N1 閱讀的時候 你要記住喔 只要是人民 你就自己編一個名字給他 為了讓自己不要搞混 因為你在閱讀前後的時候 你會搞混喔 所以我都怎麼做呢 這個人 我沒看過 外來語 我就自己編嘛 富來塔克 就這樣 我就自己編 反正我不管他 因為他在句子當中 絕對不是重點 可是他會影響我的閱讀啊 所以誰跟誰 誰對誰 他會影響我的閱讀 所以你要記住喔 只要看到這個人民 你不會的 外來語就是自己編 好 你只要編 你就寫 啊 考驚可以寫啦 考驚可以寫 你就考驚就寫在上面 就寫在上面 就自己編 編一個名字給他 你下次再遇到他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 喔 就是他 就是他 你自己告訴自己啊 閱讀就是讓你自己懂嘛 你告訴自己說 喔 這個人就是他 你就把名字挪過來 這樣子你前頭文才看得懂 不然你會一直被他 回來塔克這些人啊 有沒有 這種你會被他搞混 所以呢 這個請你把它記起來一下 不要讓他搞混喔 人民自己編 人民自己編喔 好 在這個法則呢 有這樣子的 有這樣子的 這個問題 可是呢 對我們來說 它依然是我們的 戲劇的基本法則 這個富萊塔克 它所弄出來的這個東西 依然是我們說的那個法則 好 就是我們覺得 這個還是一個基本法則 OK 好 好 富萊塔克によれば 如果依據呢 富萊塔克 其實我自己亂講的 我現在就要告訴你 你考試的時候該怎麼辦 你就自己編 如果依據富萊塔克 你不用管他 好 どのままというものは 所謂的細菌呢 二つの力の対立によって作られる 好 是依據呢 兩個對立的這個東西呢 兩個對立的力量 所做出來的 好 看一下喔 這個我們要重複一下這個文法 你千萬不要忘記 因為這個文法在你作文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們寫一個句子喔 好 第一個句子 大家都要寫喔 你要等下翻譯 直接打在Skype裡面就可以了 直接打 直接打 OK 好 第一個句子 魚被貓吃了 第一個句子 魚被貓吃了 好先把它打出來 第二個句子 這個第二個句子 好 這個建築物是被那個設計師建造的 這個建築物是被那個設計師建造的 好 把它記起來喔 所以你要記住 指教是有創造性的 創造性的 什麼叫創造性 創造性就是從無 從無到有的 這種叫創造性的 好 比如說書寫 格 作出 做出 design 設計 這種動詞的話 這個最常用就是作る 作る 這種格 書寫 這種 design design 這種的單字的話 前面不能用に 他必須要によって 才可以有 によって 因為他本來是沒有的 沒有的東西 沒有辦法只用に 他要加上によって 才可以從無到有 這個你要記起來 無論如何 要把它記起來 就是從無到有的動詞的被動性 不可以只用に 你必須用によって 好 那你一整個用語 本來就有的 貓被魚吃 貓本來就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我被他打 我本來就在那邊 所以這個句子 要千萬要記住 無論如何不要錯話 好不好 你要說明 さかな 的話就用わ 你只是單純描述被吃 就是が 要解嗎 要說明才用わ OK 你看 好 好 當你看到 さかなが 用わ 單純 一看到一映入眼簾的時候 欸 魚被冒車 さかなが ねこに食べられたよ 這就是第一個 你看到的 好 第二個 什麼時候會用わ 什麼會用わ 各位 表示你要說明魚 你要說明魚怎麼了 你們家那隻雞怎麼了 雞喔 就昨天拿去燉藥啦 那隻魚咧 魚喔 被貓吃了啊 好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要說 A怎麼樣 B又怎麼樣的時候 才會用わ 了解嗎 所以 が跟わ 最大的差別就是 記住喔 わ就是等於英文的 ら 你再一次聽到的時候 你知我知 才會用定冠詞 ら 如果只是單純描述 就是 が 好 這個就等於 a 這裡就是等於 the 所以 there is a fish 然後呢 被魚 the fish is what ok the fish was eaten by the cat ok 所以呢 這是a fish a fish 那what就是這個 the fish 欸你剛剛說的那條語 你昨天釣的那條語 就是the the fish was eaten by the cat 所以呢 這個就是the 這個就是the 英文好久沒講了 ok好 突然還講不出來 所以呢 the 跟the 完全不一樣喔 ok 居然這樣懂了沒 好 那 二つの力の対立によって 好 依據兩個的力量呢 作られる 被做出來了 喔 戲劇是兩個力量 對立所做出來的 叫做戲劇 原來是這樣喔 そのaとbとの二つの力の対立は 這個呢 a跟b的這個兩個力量的對立 は 我們要說明這個對立怎麼樣喔 は 次のような順序で議局として展開する 是以下面的順序喔 這個 當成這個一個戲曲呢 而展開來 以下面這個順序喔 喔 まず最初の導入部で 好 在最初的這個導入部 導入部 好 在最初的這個 引入的一方 在這個引入 まず最初の導入部で 対立するaとbとの事情が説明されるが 喔 欸 各位你要知道喔 他現在在講戲劇 戲劇 他現在是在講戲劇喔 你心裡面要浮出來喔 戲劇 現在在講這個戲劇 怎麼編劇 怎麼編劇 怎麼樣 怎麼樣做一個戲劇喔 他現在在講這件事 然後你要浮出來喔 所以你看喔 まず最初の導入部で 対立するaとbとの事情が説明される 好 所以呢 為什麼a跟b 你看喔 就是好人跟壞人嘛 他們為什麼這邊對立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一剛開始呢 事情が説明されるが 你的說明喔 這個你的事情會被說明喔 這在導入的地方 不然沒頭沒尾 兩個人在那邊打架 我們也看不懂啊 所以一定是先說明 好 五幕形式の古典儀曲なら 五幕嘛 一幕二幕三幕四幕五幕 這個古典儀曲是五幕四啦 五幕式の古典儀曲なら これが第一幕にあたる 所以如果是五幕四的話 這個就是第一幕 喔 原來是這樣 所以先說明 a跟b 他們是為什麼會這樣 先說明 這個就是第一幕喔 好 好 次にその対立が錯綜しつつ 好 這裡的つつ是ながら喔 好 之後呢 接下来 次に その対立が這樣子對立呢 錯綜複雜 而且同時怎麼樣呢 aの力が上昇線をたどる 好 所以a的力呢 是往上升 上昇線をたどる 第二幕 OK 所以呢 他們兩個對立的關係是錯綜複雜 而呢 第二幕當中呢 a的勢力會往上升 a的勢力會往上升 好 好 這就是所謂的第二幕 第三幕呢 第三幕呢 兩者が決定的対決をする といわゆる危機の場面であり 好 所以呢 第三幕呢 這兩個人呢 他們是決定性的 決定性的對決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危機的場面 對 我們看電影也是這樣啊 兩個小時裡面 就先講他們怎麼樣 中間又怎麼樣 後來又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跟我們看電影 シュー是一樣嘛 五幕式 好一樣啊 好 そこで なおね そこで bに破れたaは 好 然後呢 bに破れた 這個輸給b的a呢 你看到本來是a上升喔 結果呢 在這個決定性的這個對決當中呢 a竟然輸給b そこでbに破れたaは 次の第四幕で下降線のたどり 好 所以在第四幕呢 這個往下降啊 因為它輸了嘛 輸了 那往下降啊 好 第五幕はいわゆる 你看喔 いわゆるカタストロフィ 集結の場面である 好 所以各位 第五幕就是カタストロフィ 各位 我根本就沒有查這個字 為什麼 因為他就跟我講啊 他就是終結的場面啊 我這個字 我本來也不會 啊 我也沒有去查 因為他就是終結的場面嘛 就結果嘛 就是結果 好 所以呢 你閱讀的時候 因為你不可能帶字典嘛 所以就在告訴你 反正沒有字典也沒關係 他就告訴你 他就是終結的場面 你不用管他什麼字 好 そこには 在那邊呢 単に 単に aに対してbが勝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 可在這邊呢 不只是單純說 哦 對於a呢 b曲的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哦 逃走の結果として 哦 只有單單說 哦 對於a呢 b曲的勝利哦 不是哦 逃走の結果として 哦 生まれた 好 以這個鬥爭的結果 所產生的 一種這個調和 が ねがわくわ 好 ねがわくわ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希望 但願他是怎麼樣 而且他所 都出現在文章裡面哦 ねがわくわ 而且呢 他通常也可以講 ねがわくば 也可以 わ也可以 ば也可以 因為這就表示一種假設的意思 所以呢 ねがわくわ 也OK ねがわくば 其實我看過的文章 ねがわくば 還比較多 ねがわくば 我還比較少看到 OK 所以呢 ねがわくば 希望 他是一種調和哦 這個 並不是只有 A輸B 或是B輸A哦 不是只有輸贏的問題 而是呢 希望這個鬥爭的結果 所產生的是一種調和的 所以也是這個 超和 超和 可 這裡的調和中文好像 如果在文章裡面 日文是OK 可是我們覺得 可能用協調 可能還比較好 所以他的戰 他的鬥爭的結果 是一種協調的結果 而不是說只有輸贏 OK 我們把它翻譯成協調看看 好 所以呢 這個ねがわくわ ありたい 這裡是什麼意思啊 ねがわ 讚哦 不錯哦 希望是 讚 希望是 這樣的狀態 讚哦 而且呢 這裡的太 有沒有 希望是這樣的狀態 希望 希望 他所產生出來 是一個協調的 一個調和的狀態 讚哦 好 所以呢 技曲 というもの 所謂的戲曲呢 是怎麼樣 このようにして 如此這般 所以戲曲 就像剛剛我們講的那樣般 線で表すなら 那如果用線條來 來做 來表達的話呢 叫做什麼 ピラミッド型を描くような構造を持つと フライタークはいう 哦 フライタークはいう 這個是最後面的導裝法 フライターク 說 如果 這個戲劇 這個東西 用線條來表達的話呢 他們產生出的線條 叫做金字塔形的線條 金字塔形的線條 他不是說上升嘛 對不對 後來怎麼樣 後來又下降了嘛 就變成這樣子 一定是這樣嘛 我們看戲劇不是也都是這樣嗎 對不對 他現在一個導入部 慢慢往上升 然後兩個鬥爭之後呢 就是往下降 所以呢 這個就是呢 他覺得呢 這個所謂的戲曲 如果用線條來表達 就是用這樣子 所以各位 你千萬要記住哦 你如果遇到一個新的閱讀 你一定要知道他現在講什麼 你就往那邊想 就很好懂啊 眉頭圍眉尾很難看 所以一定要 知道說 他現在在講什麼 你要先知道 戲曲 好 就是按照戲曲下去想 這樣就很好想 OK啊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